你不缺钱你来这会有感 讲的过程中他跟我讲说 他不缺钱通常都不用 我不管你的条件在好 如果有公司说他们公司没有内斗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一定在说谎 你要不就是大家共好 没有你就玉石俱粉 对他们来讲跳槽就是最快的方法 是呀 假三千我就去 先去跟他讲 反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的食言目标 但是我是建议 那今天很开心呢 我们邀请到人大的总经理Stanley 那我们就鼓掌欢迎他 各位人生啊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人大资讯的总经理陈厚明 那也是个好奇问一下 你在这间公司待了多久呢 今年10月30号满20周年 20年 对呀 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有什么表示 20年也太久了吧 对对对 所以岁月就是这样子 哇塞 20年 那你过程当中不会有工作倦怠 或者是想换工作的念头吗 其实初期的时候 就是跟现在新鲜人一样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自己职业的目标 其实不是那么理解 所以你常常会因为 反正下一个工作 一个月多三千块 我就来给啦 因为你一开始 你的入门的薪资也不高 但是我是建议 大家能够及早的去找到自己职业的目标 或者是你 如果你有一个人生 或职业的role model 你把它找出来 看他的整个努力的历程 你去做一些参考 我觉得会稍走一些愿望路 所以你一开始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把总经理当成是你的职业目标 以前年轻的时候 简单讲嘛 我今天要赚到最多的钱 最上面位置 逻辑上最多的钱 确实 所以以前的角度 这个是最能够直觉的目标 我今天去做一个什么技术的人员 我也不知道我技术能够到哪里 那怎么样的技术人员到什么程度 才能有什么钱 我搞不清楚 但我知道 因为公司最大的应该很有钱 总经理 对 有些公司是说 如果说总经理是薪水给的很高 然后股份给的很少 那他们认为像这样的制度 可能会创造的这个总经理 是一个短视经历的人 因为他就只看到现在 但如果说他配的薪水很少 股力给的很高 那这样的总经理看的会比较长远一点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总经理 业务的奖金办法也是这两类 到底是要低底薪高奖金 还是高底薪低奖金 做业务不外乎两个 就是你要钱 再来就是你要钱 你不缺钱你来做业务干嘛 我以前interview的时候 我会问说你为什么当业务 然后他跟我讲的过程中 他跟我讲说他不缺钱 通常我都不用 我不管你的条件在好 因为你做业务没有钱的动力的时候 那你的动力是什么 你干嘛在做业务 所以我个人会坚一失用 你底薪不要给人家拆差 但是你奖金的陈述更好 奖金陈述更好 对 那过程就从开始到现在 你经历了哪些角色呢 然后一开始什么职业作气 我跟很多年轻人一样 因为我以前是念气管的 气管大家知道 五管兼备嘛 但是什么都不会 哈哈哈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 我认为现在气管 搞不好是非常厉害的 现在学生 我没有不敬的意思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有什么专长做什么 我们常听亲戚啊 朋友讲说 你这个外表还不错啊 口才也不错啊 你这个做业务最适合 我那时候也蛮信这一套的 哈哈哈 所以我就去找业务工作嘛 是 那我就是 结果我做的业务工作 就做到现在了 那我做过业务专员 资深业务专员 副理 经理 协理 副总 执行副总才到总经理 所以你看我经历过这么多的 这么多职位 对对对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势 才能 可以一直获得这种晋升的机会 OK 第一个你一定要很自律啦 我们是一个local的企业 所以我们有创办的 创办人一定有他的中心思想 跟他的天条 你一定不要犯 你建筑我要当总经理 那个是你的铁律啊 犯那个你就没有机会了 对 像我们的老板 他就是出缺情跟品德 你不能拿回扣 你不能寻思 然后上下班要打卡 即使到我这个职位 总经理要打卡 所以你要很了解你的企业组 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自律我觉得一定是我们这个角色 最基本的啦 对 那每个企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接班人的计划 对你有想要当总经理的人来说 第一 你一定要挤进那个计划里面嘛 你没有在那个游戏 规则里面 你就没有机会嘛 对然后你就是要 这些试炼跟挑战你要不断的突破它 对不对 然后讲话你就要干掉所有的人 ok 你才有一个这个资格 资格 那就是你就等机会了 对什么时候 那个总经理他因为不管他退休等等 你才有机会上去 所以这个机会其实蛮重要 那你身上总经理之后 有没有遇过最大的危机跟挑战 然后你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是2022年的1月1号上任的 一上任我们公司就决定要走IPO的流程 所以要准备事情很多 那其中有一项就是我的组织一定要做调整 组织调整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 因为爷爷走掉很多他对这个不认同 的资深员工甚至主管 那员工间耳语间也不断 气氛会很不好 因为这些人在这边那么久了离开 对于基层来讲 他们如果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他对整个组织的氛围是很大影响 那你是怎么面对这些肥炎肥油 或者是这些他们离开 一定会带来一些对基层员工的一些 觉得不开心的气氛 是怎么改善这些气氛的呢 这个也是一部血泪史 这个不容易啊 因为 分享一下 房间这么多的教案 这么多的书 这么多的人都在谈这些东西 但是实务上遇到就是 我觉得有几个方向 可以大家给参考 就是 为什么要做改革一定希望变更好 更好 所以你要让员工能够看到 这些改革变好的果实 是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OK 这明确是有方法分享到他们身上 我觉得这很重要 否则你说你公司要变好变好 我一个基层员工 我感受不到 我平时也没有比较好 我福利也没有比较好 我工作反而更辛苦 那就不对了 再来就是你要找到对的人上车 OK 对一个组织 就是一个肉掌 你肉掌头要干 对不对 你不可能 我不可能直接对到最底下的那个 不太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要找到对的人 去deliver整个文化讯息 然后确定 让他的这个沟通的管道 可以非常顺畅 所以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气氛是比较好 有没有遇过像什么 内斗啊 的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问题很难处理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还是没有遇过 如果有公司说他们公司 没有内斗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一定在说谎 哈哈哈哈 现在都是正常的 对 内斗本来就是企业运作的元素之一 那只是说 斗的凶跟斗的不凶 OK 文化上面 有没有那么的激烈的问题 对 那我个人觉得说 内斗我的处理方式是这样 基本上 我会让斗的这 不管是双方或是多方 在同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去做沟通 那基本上我不太会去做干涉跟下判断 因为很多人喜欢找老板 就是找老板来评评理嘛 说谁对谁不对嘛 这个是最常发生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通常我通常不这么做 而是我让他们自己去找出一个共识 然后有一个重点是 你把他们的KPI做捆绑 OK 对 让他们互相合作 对 比方说你是业务单位 你业务单位一直说 執行单位扯你后腿 執行单位说你业务单位说不清楚 好 我就把你们两个KPI捆在一起 你要不就是大家共好 没有你就玉石俱焚 玉石俱焚 对 这个手段好聪明 所以聪明的人 他大概就会去选择他了 对 他们可能对彼此还是 不是那么开心 但是对事情上面 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 就被迫一定要合作 对 否则很难 意识形态是最难的 你看 我们常常说 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不对 可是你去问他 他都觉得他是对的 没有人笨到会去做错事 所有做错事 你认为做错事 他都觉得他是对 他做对的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交集问题 对 所以 在这边纠结没有意义 对事情能够推动 他们好好的做 比较事情 他们喜不喜欢彼此 这我觉得不是我在考虑的事情 确实好像 就以企业管理者来说 喜不喜欢这不是重点 把事情做到才是最重要的 对 在这个职位上面 给大家一个建议 ok 那就是 你要不断的做分享 因为你的职位很高 你看到的视野 你接触的人 你看到的事物 都比底下的人多 所以他们能够体会 你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要不断的回来 跟他们分享 你们才会有办法 在同样的频率上面 去做 一样的沟通 可以理解是一个 目标的对齐的概念吗 这个也是其中一种 对 比方说我今天看到 市场的趋势 我要来告诉我的员工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 那么多的讯息管道 他们可能只能从媒体看 在刚刚讲 看事情的角度来说 其他职位有什么 不太一样的地方 当然都会知道比较广 但是 我们其实也还蛮想知道 就以总经理的视野来说 到底会广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有哪些东西 我们可能不曾想像过 或者是要去看到的 就好像做一个专案一样 我们今天做一个专案 PM会把 他的任务就是 把专案在一定的时间里面执行完 然后在公司的预算底下 去把它执行 执行的员工就是 我把你赋予给我的事情做好 但是我们再看的是 我今天做这样子的专案之后 我有没有机会 在其他的客群跟产业做复制 我做这一个有没有办法 去凸显我的独特性 让我的客户 可以了解我有这样的能力 而觉得说 这样子类型的案件都让我们做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角色层面 你看事情的视野方向会不一样 所以这没有对错问题 所以假设你要看得广 你向往 可以看到这么大视野的 你就要往上爬 对我来看是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影响你最深的 贴身小户人或故事 就是我的那个办公桌 前面的墙上面其实有一幅 我在万华一个民间的书法家 我没有告诉他我要什么 我只希望说他可以赐一幅字给我 所以他赐了一个就是安静的静 安静的静 对 他说我到越高的位置 其实你的心静 心情要静下来 面对很难处理的事情 你都要先静下来 你也才有办法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处理 我在公司几乎没有 这20年我没有发过什么脾气 那我为什么会放在这个 办公桌的正对面的原因 是因为有些时候烦的时候 一抬头就看到他 对 随时提醒自己 就一个静 对然后你就 OK好 那我大概知道 我就会沉淀下来 对所以这个是对我蛮有帮助的 然后这种东西一定要放在 最容易看到的位置 你才会不断的提醒你 放在包包 因为你又忘记他 那你不会想要把它变成电脑桌布吗 我电脑桌布还是放小孩跟太太好 因为让我想到 就只有我的合伙人 他就跟我讲是说 他的理论是这样 他的电脑桌布 是放一张他未来的想像 比如说他想要环游世界 他电脑桌布就会放了 各种环游世界的照片 然后我也曾经何时跟他 用他的概念去做 我就放了一个美女图 然后我要跟美女结婚 结果因为我事情太杂了 那个视窗都被挡住了 我从来没有开过桌面锅 所以永远都没有看到 对 但是我老婆应该还算蛮漂亮 还是要先讲一下 要不然我到时候被他骂一下 对不对 那在你这个质押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个你钦佩的对手 可以介绍一下他有什么特质 或者他有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吗 有一个人我是蛮佩服他 因为他也是业务属性的人 那他是非常狼性 而且他是 狼性 对 不达到最后目标 他是绝不放弃的人 这么可怕 他可以为了见一个客户的长官 他用尽所有方式 例如 比方说他知道 搞不好客户长官是在 就是其实在推辞 对 打电话就要约约他 最近人不舒服 对 他马上就 那你人不舒服 你怎么了 他马上就去准备 上好的鸡汤 然后就说你在哪里 我在休息啊 你有没有五分钟 我拿给你 这么有狼性 对 然后半夜十一点十二点 他还是去 只为了就是拿 但是他这个 这个其实 我们听好像也没什么难的啊 没有 我觉得超难 因为那个拿捏的分寸很重要 但是他就是一个不放弃的人 但是他的表达 不会让你觉得很降气 就是 那就是为了要来就来 对 感觉上就是很真心的照顾你 而且他那个鸡汤是有 他的道理的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鸡汤 对你身体会有什么好处 对 他是有一段故事的 而不是很干巴巴巴 只是说 那你送鸡精也是一样 低鸡精送一送就好了 对 所以他们在做事情 其实都很投入 很用心 而且他们基本上都不随便放弃 OK 所以他们在打客户 可以打到客户的心坎里面去 这好厉害喔 对 像你在社会走跳比较久 你可以感受出 那个目的性 到底有没有那么的刻意 其实就像追女生一样 或追男生一样 对 就是说别人跑过来找我们 那如果说他很单纯的 想要认识我们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那个单纯的动机跟 对 真心的感受 那如果他只是想要跟我上床 或是跟我想要做什么 但不是跟我 我没有那么帅 我不可能 我也希望有这一天发生 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谢谢拜拜 假设你是当总经理的 这一刻 有比较容易认识异性吗 或者是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呢 听说某些友商 可能去某些地方 去找身材较好 面貌较好的女生 来当业务 对 听说的很重要 对 这样子的一定会有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 我不是吃那一套的 所以尤其到我们这个职位的时候 有些女的业务来 第一个我一定是在会议室里 对 那我绝对不跟她单独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两个人的时候 门就不要关 对 哇塞 这真的是个好招式 就是你 它不见得有什么目的 但是你不要遇到一次 你就很麻烦 像我们公司 比较没有什么应酬文化 我们中午吃饭跟客户会有 晚上吃饭会有 但是我们很少什么 到夜 我们老板不喜欢 他说为什么你做生意这样 那样的生意你不要做 哇塞 我们老板很有个性 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要 你有家庭 你有小孩 你要去顾 我人大没有 要你工作到抛家气质 然后只有工作 我没有 你要取得生活平衡 家里是很重要的 其实你说酒店 或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 华人的一个 做生意的文化之一 你说完全没有 如果完全没有 为什么有酒店的存在 对 那只是说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客户 或者是你想要经营的人 你可以去做选择 今天是酒店比较还好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吸毒 要你吸毒 他才愿意给你按子 你吸不吸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其实我最大的成就 当然你说二十年 一路上都是做业务过来的 你一定有很多的战功 对不对 很多有指标性的 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些案件 你赢了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其次 最大的我会觉得说 这二十年来 我们公司从一百四十个人 我进来的时候 现在大概四百五十个人左右 成长四倍 那营业额现在一年大概二十亿 所以我觉得跟着同仁一起 这样子成长 一直这样过来 公司也成长 我们也成长 我觉得这 是我看到我觉得是最开心的事情 那未来我想我们一定会 再继续成长 那如果说未来有人 有人也想要跟你一样 从金属的员工 就已经以总经理 当成是一个目标的话 那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 或者是他要怎么做 会比较好 或好坏的建议都可以 我刚刚一直很讲 一直在强调 你要有运气跟机会 对不对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准备再好 你就没就是没 对不对 那我的运气好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带来的是中小企业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大企业的时候 你的竞争难度更高 如果你以总经理为目标的人 当然就是你的视野一定要 学习的看得更广 你要不断的问老板 你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你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决定跟决策 你看到了什么 这件事情 如果是你 你怎么看 你要从他的角度方向 去了解他是怎么看事情 刚刚你也有提到 你要进去这些公司 当这些公司的总经理 从集成 公司文化的那些 都要非常了解 是 公司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 创办人的精神是什么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那个公司有规模 有接班的计划 你一定要进去 就是先要了解 你要拿门票 对不对 很多大企业都有所谓的 什么几人小组 就是接班 你都没有进几人小组 你怎么可能破格 然后 你要能够忍受孤独 孤独 对 因为你当到最上面的人 底下的人 他不会太想跟你接触 要享受这个孤独 有些时候孤独不是坏事 像你交朋友 这些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对 做决策的时候 你要顾忌每个人感受 有些时候你很麻烦 你偏袒一颗糖 这三个人我到底要给谁 对不对 你用交情的话 阿娘 这三个人都好朋友 我是怎么 都会得最大 但如果你用 谁最需要的角度 因为你跟他没有交情 说给谁就给谁 所以有些时候 没有太多交情 不是坏事 对于人大 未来 或者是以你目前总经理的 这个智慧来说 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规划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OK 我们人大其实是做资讯服务 所以我们是一个B2B的厂商 2025年我们有准备要IPO 我们想要打国际杯 国际 对 我们服务的其实基本上 都各产业的蛮大的企业 有兴趣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心血 对 有憧憬有抱负的 对 甚至未来愿意去打国际杯的人 我们都欢迎他们来 可以跟我们接触 OK 记得面试的时候说自己缺钱 对 希望今天分享 那你能够喜欢 那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帮忙按一下五星 或者留言跟我分享 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看法 那如果说你有遇到一些 有趣的经历或者遭遇的话 也麻烦你帮忙分享一下 一样 如果说相同的留言够多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额外在 考虑录制一集 来做分享 花了Fuck Life 看来又面对人生抉择 色涌下 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在我们人生爱的IG 有目击一些观众 想要问X哥的问题 是 那第一个就是说 您说您在 您的公司待了很久 那你怎么看待 现在年轻人就是 在这场中频繁跳槽的现象 我个人是蛮正面看这个的 就是这个世代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觉得 你与其去against他 你不如去想想 怎么样 我才能够脱颖而出 去留住他们 我觉得想这可能比较实际 因为年轻人 简单讲他也是想要 他也是在摸索 就像我们刚进社会一样 在摸索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有些时候 对他们来讲 跳槽就是最快的方法 下三千我就去 反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的食言目标 我也没想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生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企业应该去专注在 这个生态就是这样子 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去留住他 所以反过来检讨说 那我怎么样留住他 对 不过我还是想要跟年轻人 又塑教了 不过还是要讲一下 以前塑教都是我 然后我被我们制作人写说 不要再塑教了 因为我们 因为我一直没有讲 我是几岁 那个小弟接近50岁 你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我还是要塑教一下 就是你去职场 还是要给彼此一些时间 因为职业是一个投资 他是一个累积 对 他也很难一触可及 你所有的身上的技能 也不会说你今天张开眼睛 蹦出来你就会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想一下 多给彼此一点时间机会 去尝试看看 或者你一开始基层 就一直跳一直跳 我不知道 你从基层开始跳 能跳到总经理吗 你有听过总经理跳来跳去 越跳越好 你有听过从基层开始跳 跳成总经理 除非你是二代 本来就是 有上一集我就说 如果说我姓张的话 我可不可以成为基师 他说会有机会 你不是只有基师而已 基队都是你的 哈哈哈 嗨 我是小欧 你的人生好伙伴